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助理主持人 我叫韋婷 夫妻之間不可思議的協定 這其實不是夫妻之間不可思議的協定 根本就是 對 根本就是 擔心現在的規定 他有可能 套育 這是為了我們的生活 要更幸福 更美滿 更喜好 根本就是女人變相軒爛的方法 真的 就是希望可以跟自己 現在的老公呢 長長久久 能說可以 如果你們的指控是對的 我們婚姻不會維持到現在 已經超過十年了 沒有 小欣姐... 小欣姐 妳的協議都是對的 真的 我們是說另外兩個 沒有 沒有 我們在哪裡錯了 你告訴我 等一下 妳老婆有沒有跟你協定什麼 我們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妳老婆已經對妳放棄了 不是 妳告訴自己 就是說 夫妻吵架總是難免的 吵得再兇 鬧得再厲害 絕對不可以把 原諒他 不是 不是 妳怎麼樣 絕對不可以把離婚兩個字 講出來 沒錯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協定 有沒有不准你偷吃你給你 有沒有 不准你幹嘛幹嘛的 有不准我偷吃 沒有說不准偷吃你給你 那有沒有規定你 一個禮拜刑訪幾次 沒有 那他有沒有希望幾次 他希望天天 快做到幾次 怎麼可能做得到 哪一個男人做得到 主持人 主持人 你可以尊重一下我們 我們真的不想有 那樣的畫面出來 我不是很舒服 什麼樣的畫面 我還沒說你 來 你不要跟我心幻想 你不要跟我心幻想 全國的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尤其我們男性 要特別注意這個人 對 他叫賴芳玉 對 請問您是一個什麼推行的 婚前協議啦 婚前協議就是 抗議...力量不高 等一下...冷靜嘛 我們現在要這樣子 他只這樣子丟球給 對 然後他一定講不是 然後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婚前協議 要不然男女士坐在這邊就... 要不然男女士坐在這邊 跟韋婷的功效是一樣的 等一下 男女士 您當初為什麼要去推行 這個婚前協議 你知道嗎 你知道 結婚的婚啦 它是女人昏了頭 對... 那你們不要結啊 對啊 那男人才昏了頭吧 怎麼會答應呢 這是... 來... 我跟你講 我跟豬姐跟你不一樣 是女人 讓男人昏了頭 才會有昏這個字 這個... 這個可以接受多了 我覺得這個是太棒了 太對了 所以我們方玉律師講的 婚前協議 絕對要 而且要在婚前就要簽好字 冷靜... 你們這些老婆們 我們現在已經有點晚了 妳當初為什麼要這樣推行這個 我就說過 妳個人有什麼悲慘的故事嗎 沒有... 我是看了很多的悲慘故事 然後... 然後我是覺得很多女人 進了婚姻裡面 都付了很多的義務耶 對... 為老公付出 為老公付出 然後最後又被老公批掉 你媽媽... 我就是聽到這麼多的才華 跟我講的事情 是 然後呢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女人是要有一點保障的 是 所以然後在民國八二幾年的時候 我就推出了這個婚前協議 那到現在有很多人 真的去簽婚前協議 其實有耶 其實很多 尤其現在很多是娘家的媽媽 媽媽提出的 對 就是說妳要娶我家的女兒 記得一張婚前協議書 對 那主要的就是 婚前協議書的內容 妳講幾個主要重點 譬如說啊 以前我們覺得 女人嫁到老公家 一定要住在老公家對不對 現在不行了 現在不行了 現在不一定... 走 去冰館也不錯啊 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啊 就是說 妳一定要給我一個房子 或者是說我們約定好住在哪 我不是說我嫁給妳 就一定要跟著妳住啊 或者說這個應該重點是 我嫁給妳 我不一定要強迫我跟著妳父母住 對 住國家 是這個意思吧 也可以這麼講嘛 對 因為我跟妳... 我嫁給妳 我不一定要跟妳住 那妳跟誰住啊 我說這是國家的意思 對嘛 所以我說 就是不要跟對方的父母住 對 有可能啦 這是重點嘛 有一些啦 有一些譬如說我在台北工作 妳在高雄工作 那為什麼我嫁給妳 我就台北工作就要遲了 千萬不要遲 妳繼續聊台北 我們在高雄快樂 快樂 太好了 我終於知道 你為什麼要結婚了 好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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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律師 像這種婚前協議 你剛剛講的這個條件之一 萬一被這個先生的媽媽看到 會怎麼辦 先生怎麼交代 對啊 你還沒有結婚 你就排擠我這個媽媽 比如說男生的爸媽 如果年紀很大... 真的需要人家照顧 那他又不願意這樣住在一起 那怎麼辦 所以要溝通嘛 如果說 妳在之前都沒有辦法溝通 那以後媳婦娶進門 然後跟妳講 老公 我這個婆婆對我說了什麼 結果妳還是沒辦法處理 妳等於結婚前 都沒辦法處理這個問題了 如果結婚之後 跟婆媳有問題的時候 妳怎麼可以信賴老公 可以替妳處理呢 對啊 這也是考驗的一個方式 是啊 只是好奇 為什麼要有婚前協議 那妳自己有沒有錢 不是嘛 我就是... 妳自己有沒有錢... 妳自己有沒有錢 自己有沒有錢 不是 我要跟妳講 因為我老公做主婚前協議還好 什麼啦 對 你知道婚前協議是... 我跟你講 這種就是叫人家去火坑 然後自己沒事 等一下 好 那這個...這個婚前協議 妳過來... 妳幹嘛啊 妳這樣... 妳看為什麼有人會離婚在結婚的 對... 要不要人家相信我 我幫妳解釋 我幫妳解釋 不是妳... 這就是愛 請問一下 婚前協議是對女方比較有保障 那對男方怎麼辦 可以談的 對不對 我舉例來講 你真的是可以談 像譬如說我們現在還有一件事情 最重要一定要講 現在小孩的心事 不一定是跟先生 對 大部分是什麼樣的人 會去簽婚前協議 想薛蘭沒信心的人 還是男生太有錢 他要先簽個協議書保護自己 其實大部分現在都是有錢人 在簽婚前協議 那也有男性提出來嗎 哪裡來找我就是男性 幹嘛 是你們這些男人 那我們就是說 他們說他們很有錢 他很怕結婚後 就錢變成老婆的 對... 這個婚前協議就是 簽起來是滿現實的 對啊 大家結婚之前不是都很... 對啊 對... 哪一天突然約一個 我們去簽婚前協議 那不是因為殺風景 破壞了這個氣氛 對啊 你們都... 好像學習都會分開的那種感覺 真的... 或者這樣坐下來 你愛白我 愛我 我跟你說 這個婚前協議對不對 對啊 你愛白我 愛我嘛 對不對 那你一會兒不要拿我的錢 對不對 真的是藝人出身 就是追求完美 就浪漫那種藝術的個性 就會覺得簽這種東西很俗氣 或者是說 不是俗氣 就太理智了 太理智了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愛我 可是我是很理智的人 我覺得簽這個非常的好 因為那是高大哥個人的紀錄不好 對啊 對啊 來 看一下才華 重點 我的不可思議的協定是 你一共有1 2 3 4 6項 好 就是你比較重視的六項嗎 還是... 就是... 先拿六項出來講 那下次六項就下一次再講 好有喔 抽菸一天不能超過一爆 這OK 這OK 為了健康嘛 為了他的健康 對 我很怕他不會被... OK 我們打工好不好 OK 打工 打對了 對 所以為什麼我說 因為我老公他有應酬啊什麼啦 要去跟人家談Case 而且他一定習慣要抽菸 妳自己有沒有抽菸 我不抽 妳不抽菸 對 而且我很怕吸到那種二手菸 那妳都不跟他打工的啊 要刷牙 對啊 對 那個怪怪 不是 妳傻什麼膠啊 對啊 不是 可是問題 我們隨時都會想打 不然妳不可能隨時要去刷牙 不是 我跟妳講 不是那個 就是稍微親一下可以啊 所以妳要再加一條 我是很愛乾淨的人 腦菸要請要刷牙 那泰妮妳 妳知道不要做那麼多 妳有什麼方法 是這樣子 就比方說那早上 我大概就看他的菸 菸盒裡面大概有幾根 然後反正我就把它裝滿就對了 裝滿 對 裝滿 民國五十八年喔 對啊 好厲害喔 不是啦 就是比方說那前一天 他抽了有剩的 然後我就把它補足 對 然後呢 我很聰明的 我就菸盒 下面我會給他做個記號 記號 就用個原字筆梢給他點一下 然後他不知道嘛 然後我就這樣子他帶出去了 對 然後呢 回來我就看是不是這一包 如果不是我點的那個記號 做的那個記號 我就知道了 他抽超過一包啦 他抽超過一包 他就死定了 真的 人抓到過嗎 抓過 那妳是怎樣 沒有 我是怎樣你知道 我是再開心了一包 然後呢 鼻孔擦兩根 這邊擦兩根 嘴巴再擦五根 擦誰啊 擦我老公 妳是讓他抽中心啊 對不對 讓他抽 抽到他開心為止 妳真的有處罰過他 真的 妳發現妳怎麼抽過一包的時候 妳會怎麼樣的去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抽超過第二包的話 你就要給我五千塊 所以說妳發現 不是 五千塊 對 我就擦五千啊 冤阻服輸嘛 對 一包煙五千塊 對啊 看妳要不要嗎 那妳這個點一點這個伎倆 什麼時候被發現 其實到目前為止 他還不知道 他還不知道 我自己不能撥啊 對啊 他被抓過幾次 五六十次 被罰過幾次 要不然你為什麼 是不是這個意思 大概有七八次 五八四十四萬塊 四萬塊 四五萬喔 這OK的啦 是... 還好啦 其實被老婆 拿去四五萬其實我覺得 對 拿四五萬我能夠幹嘛 我還不是為了家裡付出 等一下... 不行 好 來 第二個 不能亂看正妹 不合理 好 來 什麼啦 什麼不合理 我其實站在這邊 你知道我 要不是因為 必須要面對Keym 我早就這樣做 不是 你這樣講就去 喂 那我們上節目 我必須要面對你們 那我怎麼辦 對啊 怎麼辦 沒有...這是OK的 我們錄影 我們在工作 那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你不能牽著我的手 然後呢 這麼的甜蜜 然後呢 你的一個漂亮的咩 走過來 你就一直看看... 看到他走過去 你還轉頭一起看 太沒禮貌了吧 如果這樣嘛 對不對 一直看 比你差太多了 對啊 所以說 這樣可以看 這樣可以看 可以看 後面要補那一句 對... 或者是... 或者是他牽著你的手 然後他看正妹的時候 他就... 這樣對不對 這樣不行 可以 你無疑 對 放開就可以了 不行 那正妹呢 怎麼樣妳覺得正妹 就是... 正妹... 真的... 這算... 還OK啦 這... 這樣還OK 這樣還OK 那妳老公眼光這麼高 他能夠挑到我就表示 他眼光很高 這麼嚴格喔 對不起 可以個玩笑也不行 真的啦 真是個玩笑 就是當然前途後逛 然後就是 穿那種就是很短 很辣然後很漂亮 很年輕的 我說實在 如果你這樣講 前途後逛 很辣 穿很短裙子 在街上 很難得看到 對啊 所以不可以這樣 我們會覺得奇怪 妳怎麼嚇人家 我覺得男人也要宣傳一下 妳知道啊 因為妳牽著妳的女朋友 妳牽著妳的老婆 怎麼可以這樣子 那妳把妳的老婆 跟妳的女朋友 放在哪裡啊 美的事物要共同的欣賞啊 對 那如果我說 我牽著妳 然後我看旁邊的帥哥 然後一直看... 你會怎樣 笑啊 笑到牆不行 笑到牆 對啊 當然笑妳啊 你們結婚前的時候 也不准她亂看正妹吧 我告訴妳 就是因為她曾經這樣 我才...我要跟她婚前協議 就說你不要再亂看正妹了 她就是曾經這樣子 有一次讓我真的很生氣喔 怎麼樣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日本啊 然後她就這樣子 看她日本妹啊 結果妳怎麼了 妳不能怪我 我就很生氣 她牽著我的手 然後我看她一直看 看她跟我說 我就很生氣 我就一直氣 我就把那手放開 我就一直走... 就一直走啊 自己想回台灣啊 我怎麼回台灣啊 走一走還故意慢下來 對 完了快要迷你 你看那個最重要 怎麼辦 甩開走掉 彩花這點連我們都不能夠 真的嗎 對嘛 真的嗎 真的... 其實我們家的家規是這樣 就是我也會看 然後我看到正妹 我會看到 超正 快看 我會叫她看 但是我有跟她協議就是說 我自己也會看帥哥 然後如果你看到帥哥 你也要通知我 因為我相對 我看到正妹我也會讓你看 所以比起來是 不是 因為每個事物 大家都會想要看 對嘛 而且加上一個是 我們對自己很有自信啊 就已經這麼正了 在你旁邊的人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自信啊 跟茶姐學的啊 親愛的方... 親愛的方 有人去你那邊這樣 訂這一條嗎 我不能叫她親愛的方 你那是律師耶 親愛的律 你幹什麼 喂 有耶 像霍姐學衣服 可以寫這個什麼 不能亂看 他們多半是寫說 不可以跟女生牽手 這可以 這個... 牽手就是說 不能跟她去吃飯 然後不能有情書 不能有MSN 不能載女生回女生的家 各不然他們是寫這樣 我跟你講 載女生回女生的家 對啊 那怎麼可以啊 搭便車不可以啊 我跟你講這個 我覺得同意 對不對 這個已經有結婚 有婚姻約束了 這個叫克制了 對 對 而且不能亂看正妹 不行 對啊 看看又怎麼了 那還是什麼 出去 亂看 沒一條而已 不是 我跟你講 算了... 我跟你講 真的 你問你的不看正妹 我們怎麼發覺出來你的好呢 對... 真的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 真的嗎 在這同時我們要回馬槍打 孫少奇 請問一下 你老婆有沒有什麼規定你 要做的一些事情 有啦 但是我覺得那 跟這些比起來那就太好 好太多了 什麼事 趕快我們聽一下 因為什麼 規定我一定要睡在右邊 右邊 為什麼 我自己習慣 其實有時候老婆躺著 我是右手習慣這樣抱 可是他就... 因為我要睡在右邊 他左手我左手這樣... 所以那個很難耶 右扁子改成左扁子 對啊 其實並不舒服 就這個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 而且整個手的功力會整腿 還有一個是洗...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洗澡的問題 洗澡怎麼樣 一定要兩個摩在洗 他要先洗 不行 你要幫他洗 他幫你洗 他幫你洗 你們除了這個沒有別的嗎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崇尚自然 我們人體會分泌一些油脂 對 這次是保護我 你們不喜歡洗澡 你們不應該把它洗掉 神鬼 沒有...所以我洗澡其實是 其實你只要用溫水 沖 其實洗澡有分兩種 一種叫...你看 那個沖涼有沒有 一種是洗澡 沖涼是香港人講的 沖涼 對 沖涼 沖涼就好 夏天你沖涼 冬天你就用溫熱的水 其實溫熱水就可以把你那個油脂 做一些清除 那你都不用用沐浴乳啊 那你老婆規定你什麼 他就是規定我要用沐浴乳 就買那個... 一定要...每一次一定要用沐浴乳 他很特別就是用那個透明 人家生活工廠那種透明的瓶子 然後加在裡面 你自己憑良心講 一天每天他要化線 你就一定要用到那個 那你就把它洗到白水溝裡就好了 對啊 好啦... 你自己憑良心講 你愛不愛乾淨 我愛乾淨啊 等一下 我問看他頭有沒有味道 快點 今天有上妝啦 你碗沒有油 上妝上到頭髮裡面去 來... 我覺得你的頭髮還滿油的 深呼吸... 沒有啦 噴...髮噴的那個味道 對 所以表示本來是那個味道 有些人噴髮膠是為什麼 因為時間沒洗頭了 髮膠毛起來噴你知道嗎 我是在這邊上髮膠的 不是出來 所以... 好啦... 偉大律師 律師請問一下 有人定了婚前的會定 你要洗澡或者你要睡覺 睡哪邊 沒有 睡覺睡哪邊沒有 是講說 你不能講鬼故事給我聽 就是有人啊 你們真的寫這個啊 對啊 他們就會口頭像這樣 掃親這樣口頭說的 他說我就是很怕嘛 燈不能關嘛 那你不要再老是晚上講一些 很可怕的事 那老公如果真的是對他 今天覺得 他不太滿意他太太的話 就會故意講鬼故事給他聽 沒更見 所以有人這樣 恕情靈魂的 對啊 對 那你會講鬼故事恕情靈魂 對 還有抽菸 老師讓他聞二手菸 恕情靈魂 對 抽菸這個可以的 那如果說就是 好 那我不講鬼故事 每天放鬼片 一樣嘛 都不行 都一樣 他就是說你不要讓我害怕 你還故意讓我害怕 那我就說 Keyber老師在門口 他只要貼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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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 對 我跟你講 會害怕我們的喔 那是邪惡的畫質 他們正氣太強了 我說 可是剛剛那種恕情靈魂 有成功嗎 對 戀愛這是有成功的 抽菸那個 抽菸還有就是說 講鬼故事 講鬼故事 對 或者是 或是有些男人 很喜歡刀刀念念的 比女人還會捏 對 對 對 他如果說也可以訴請離婚 他就會讓精神受到虐待 對 這樣也不行 等一下 其實你們四個 這麼愛講話 女人講剛剛這個什麼 男人太唷叨了 其實我不太相信 怎麼會 怎麼比得過你們 妳從進來到現在 妳比我們講的大概 多 哪有 有這麼多嗎 有嗎 可是我覺得少信 今天提醒了我們一件事情 是嗎 因為你知道我們女人很多都愛解癖 你知道嗎 那很多男生就不愛洗澡 可是問題在交往的時候 男人一定會把自己弄得 噴得很香 很乾淨 對 穿得很好 乾淨 那女生就以為 可是一結婚以後 慘了 發現她是不愛乾淨 又不愛洗澡 所以婚前協定 其實賴律師 你就是來的人 你所有的 你都提醒她一下 那你要不要加一條 對 我們也要加一條 好不好 OK啊 那不是 很多女人不天天天洗澡 妳是頭髮短 沒有 我以前強度髮的時候 就是三天洗一次啊 好 來 不能說三字經 打多 不能說沒有意義的 而且優小 對 對不對 但是夫妻之間講三字經 是在跑 不好 因為剛剛可以 我老公比較噴痛 老是罵那個對婆婆不好 對 然後我老公有時候 剛開始都會說台灣話 我有三字經 我又很受傷 我很難過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我不喜歡再聽她這種三字經 然後後來我老公 就真的有戒了 但是有一次他也撞不住 我老公他就講 靠腰 就講靠腰 靠腰也不行喔 你知道嗎 我女兒那個小的 就哭了 沒有 他沒有哭 有一天他 我不知道在跟他說什麼 我女兒說 靠腰 你給我靠腰 對 小孩子有樣學樣 對 所以呢 我就跟他說 你不可以講這個喔 他說爸爸也有講喔 我說 那爸爸他講錯了 我叫爸爸來跟他道歉 爸爸也有講 爸爸來講 你看 不可以講 小孩子就在那邊有笑的 嚇到 沒有 後來我就叫我老公 跟我女兒對不起 道歉 然後他跟他說 那爸爸講錯話了 你都不可以講這個 道歉 靠腰 不是 泡腰不行啊對不對 泡腰不行 那哇塞算不算 哇塞OK啊 沒有… 在講國語的家裡面 哇塞其實也不行 真的嗎 我講 在家裡講哇塞 我女兒就 這樣子啊 對啊 不然我講這個 你哇大便 哇塞 我這樣子嗎 哇塞其實以前我小時候 也不能講 就不行啊 今天要去改啦 我哩咧 我哩咧 這個詞 蠻眷春 對啊 好 不能說貪心 不要 獲得大家一次贊同 對… 好多問題 來 再來 一回家叫 你老公叫這麼臭 對啦 這個OK啦 我們也打勾啦 我跟你講 因為它有 比香港腳這都還好 我覺得如果有臭膝小的人 什麼是臭膝小的人 好 好 就是說你如果穿不穿 躺掉 一定會很臭 進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就是 來了 很臭 還是你說 那個 死皮啊味 真的喔 我都快暈倒了 所以有一天我都跟他 那他有遵守嗎 我就跟他講說 你回家一定要給我洗腳 不管啦 你回家就是 如果你再不洗腳 我就把臉盆 蹲到門口讓你洗腳 你再進來 他有遵守嗎 就後來有 但是如果他 所以他只要一回家 就要洗腳 對 一定要洗腳 那他如果說 譬如說他在客廳說 我去院子走一走 一回來要洗腳 沒那麼嚴格好不好 不是 沒有講清楚 大家有門牌嘛 對啊 有人走過去 洗腳 就是說穿了一天的鞋子 回來就要洗腳 穿了一天的 去中庭走走不用 沒有關係那不用啦 去信箱拿信不用 那OK 拿報紙都沒關係 穿拖鞋其實還好 穿拖鞋還好 那就是說他工作一整天呢 然後回家了就一定要洗腳 那你就歸應他 以後出門就穿人字拖 去上班就好了 對 不會臭啊 不行啊 不是每一個人都在潛水的啦 那我問你 他有沒有規定你回家要洗腳 我不用啊 我又沒有什麼味道 怎麼可能 不是你聞啊 怎麼可能 好 坐下來 來 誰 助理對不對 來 助理誰 要衝出來弄一下 你要 女生聞女生那多奇怪 來 鞋哥 對 就說 我以為 用力吸一吸 用力吸 氣的味道 你幹嘛在這邊 不是 不是 這是彩虹姐 自己帶來的KIMO老師 你不會啦 你不會啦 你不會知道我的聽話 沒有啦 沒有 這有時候是跟體質有關的 像紋手很容易出汗 對... 但有人腳容易出汗 而且我告訴你 我沒有辦法聞我老公的腳臭 但是我非常喜歡聞他腋下的味道 你幹什麼 你看老子 你幹嘛 你弄什麼 那多有男人味啊 你知道嗎 所以你還喜歡吃 那不一樣的味道 因為聞到腋下的味道受不了 這個比喻 有誰敢吃燒烤啊 什麼東西 不可以跟網友聊天 你氣壞 什麼 這是什麼 怎麼可以 有 這有有 你現在 這個世界 就已經這麼無情了 你還不能夠跟人 你也認為不行 你也認為不行 剛剛律師就講了有人啊 MSN啊 一天到晚都有那個啊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網友如果是男生呢 男生 也不需要 那也好怪啊 就是不要 為什麼 不是 可能在這個網上 聊到一個同好 有興趣的東西 譬如說中車或是球類啊 或是什麼 對 或是 你那個天珠很棒 你老婆賣得很好 我喜歡你嘛 那你的意思是什麼 女性 女生 就是我跟我老公 剛剛談戀愛的時候 就有一天我回到家 然後我們在客廳 然後突然在電話聲響了 他一接 我等一下打給你 掛了 我就 事有其巧啊 這個好 這個好 分財產了 過癮 我就覺得那怪了 然後他就進去房間 那時候還沒結婚 還沒喔 他進去房間 然後我就 手機拿起來 我就撥出去 我就 對方就 喂 張大衛啊 就是這麼的細 0204喔 不是 就 你也瞎了 對 什麼 我就馬上掛掉 然後呢 我就進去房間 我就 他說沒有啊 我說誰 你一定要跟我講 不然我今天跟你 絕對 沒完沒了 他就說 就是沒有啦 就是一個網友 我說怎麼會有網友 網友就網 冷靜... 就聊天就好了 為什麼要打你的手機 對 為什麼知道你的手機號碼 他就說 就是因為 打字太慢了 對 對 很賤男人 等一下 誰 誰幫你撈回來 你幹嘛罵我啊 我老公就是這麼回答 不過打字太慢了 然後 我說那為什麼 你都不跟我聊天 你可以跟我聊 你為什麼要跟 不認識的女生聊呢 你聲音這個樣子認為 你別給我聊天啊 這我要結社聊 他就說 他有一些心智 有什麼事情呢 不方便跟我講 或說什麼 這句會氣死 這句會氣死 所以我就沒有 我受不了 我就抓狂 我就所有東西 全部摔啊 什麼啊 然後我就 開始瘋狂罵啊 這樣子 因為我受不了 我就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我對你這麼好 我這麼付出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氣死了 後來他一直跟我道歉 說他以後不會...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要結婚 一定不可以跟網友聊天 對啦 結婚以後不行 不行了嘛 你這樣總是我會覺得怪怪的 這萬一擦出什麼火荒的話 你太小提大做了吧 不過你打個電話 就是糟蹋你喔 沒有...真的 這是對的 就是對啦 還是打電話 很嚴重嗎 就你要... 因為你已經有女朋友 或是已經有確定要結婚的對象 你怎麼還可以 利用這樣的管道 再去交朋友 那個時候已經是 精神上的第三者 對 所以你們會做成這樣的聯想 就對了 對 而且那個時候如果彩樺 你沒有說這樣子發飆的話 我跟你講說不定品文後面 就陸陸續續就聯絡 對 他覺得說你沒有說不行啊 對不對 老師 只是一個簡單的電話題 好不好 最後一句 未經許可不能花大錢 改車 買茶壺 買高呼球 高呼球把他花掉 我... 高呼球可以吧 你們一天到晚 你那樣換什麼話 誰 我告訴你那是另一人 我的推桿從打球到現在沒換過 你看到是你啊 你看到是你啊 所以你是好男子啊 不是 你是好男人啊 不是 等一下... 不是 不是 你怎麼沒打了 不是 你是 是 你們講 一個高呼球平均難講 一整排要多少 壽命 就排不錯 不要說最高級 兩三萬 最...差不多不錯的 不只啦 中上 因為高呼球球具有這樣子 有分鐵桿一組 跟木桿一組 對 那整個加起來差不多在 對 要差不多七八萬 對 有分錢新的 那個球袋通常都是 你買球肝他送的 對 七八萬 還有更高級 有上百萬的球具 那種就是 七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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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們一個女孩 隨便一個包也差不多五萬 不... 真的 你講什麼 不能這樣比 來 你先講 我告訴你 你下場的時候去打 也要兩三千塊 而且你一個禮拜打了三四天 你老公算是個案 一般球友來講好了 一套球具 打個五年沒有問題 對 不用換 對啊 根本不用換 五年絕對是 但是會不會因為太喜歡 會 有的人 對 有的人把球肝當成女孩子換 我說有的人不是你老公啦 因為你知道嗎 運氣很發達 這個尤其是木竿 很多打球的那個 球友把木竿 對啊 當成女孩子 女朋友一直這樣換 不行 不可以 我們以男人 我們以男人 比較中肯的方式來講 是 第一個 改車結婚啦 最好買啦 最好 以前你還不知道 我是生意的時候 了解... 我坐椅子喔 我說 這台還OK嘛 因為它開喜美的 那沒有屁股的這樣子 然後它回答我一句話 你不要這樣喔 雖然這台是喜美 但是它是百萬喜美喔 為什麼 因為它全改啦 茶壺我覺得 為什麼 就是這個有爭議 因為其實買的茶壺 其實最主要還是要在家裡面 對不對 養花萬 還有保持 那你淋了它在家裡面 養壺 買茶壺在家 還是跑到萬華 第一次去喝 兩個都不要 花了多少錢去買茶壺 據你所知 到目前為止 十幾萬吧 那OK啦 OK啦 請你王彩華的彩禮 對 十幾萬 等一下... 你去不要亂加啦 人家他老公也會賺嘛 對啊 可以啦 好 挺文他也不是對不對 好啦 賺錢也是滿厲害的 打一場球 贏的話都贏十幾萬 他就跟我說一剩一百耶 我們今天給他打擊太大了吧 一剩一百萬啊 我們現在要看恐怖的 好 高先生 林峰 如果因為緋聞開記者會 金小姐不會出席 對 我早就跟他講過了 所以說你覺得就是 比如說我們講的 發生很多很多緋聞的事件 對不對 對 然後你看到那些老婆 陪他一起出席 你覺得是不必要的 我沒有覺得不必要 我是覺得我個人的話 我是不可能這樣 那萬一他這個緋聞 不是真的呢 對啊 因為依照我的經驗來看 是真的 是真的 沒錯 真的 高先生偷吃被抓到 必須離婚 同時給八千萬 小孩監護權一律歸金小姐 同時小孩改姓金 OK OK 打勾 然後高先生住在公園 很柔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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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他的最愛去任何地方都可以 對 因為你知道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可能 失眉比較不了解 那因為我們結婚十幾年了 然後我們也有三個小孩 你知道 這個八千萬呢 只是一個數字定在那邊 因為我知道他 他會跟我吵架還價 因為他是這麼多錢啊 對...他會吵架還價 你跟他結婚這十幾年 就在想這件事啊 沒有...不是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理智型的人 那他是喜歡愛幻想的 請問一下你是什麼星座 我是金牛座的 金牛座的 金牛座的實際 對 他沒有提過八千萬 他其實是一億六千萬 對 你看 你看 姓名 我沒有他的名字 所以 他的是 孫先生偷吃被拉到 必須離婚給一億六千萬 對... 我要加一個這個 老命一條 老命一條 真的 對啊 因為你看我 那請問一下 你開出這樣的條件 他知道啊 他知道啊 他知道的話 請問有沒有賀主的作用 他就有啊 有嗎 他會給我討價還人家 就說 就八百啦 或者是怎麼樣 為什麼 沒有辦法 一插個零啊 可是我覺得還好 為什麼知道 因為還沒有偷吃嘛 這只是一個你知道 好玩的一個 可是我就是沒有 賀主啊 就是要告訴你 你想要偷吃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這一些 你要簽這個婚前協議 這樣寫會無效 為什麼 就是說離婚的話 你一定要給我多少錢 或監護權歸我 這樣錢會無效 為什麼 因為呢 要怎麼樣 台灣的法律呢 不要寫離婚就對了啦 離婚兩個字不要 監護權也沒有用 就變成你在預設 對 你在預設離婚 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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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姓妹叫賴方玉 賴方玉 沒有問什麼 他 他叫你老婆跟你要錢 好耶 賭他 好啦 這兩項是最高 所以我這樣 我要提醒阿莊就是 還提醒 所以這時候 他如果真的有投資 好 本票 在法律上是有效率 就直接裁定七天下來 就直接去強制執行他的裁定 這一段剪掉啊 等一下 全國的男性剪掉 你要看後面幾項 你就知道大招 能不能拿回來 對 好 來 先看一下 高先生不能非工作出國 我們出國玩都不行 那當然是我們全家到歐洲 對啦 不能個人出國 誰願意 我老公 誰願意 他很願意耶 他跟球友 不行 他有跟 沒有 那這個我老公我會放他去耶 沒有...不可以 沒有...我覺得說像之前 我們他也是打球 高大哥打球 那他會出國打球 他會帶我去 對 那後來為什麼 這個不是工作不能出國 因為他常常有出國的計畫 而且都工作 對 那他會帶我們全部 那有一次就是因為 他要出國不是工作 而且是跟一個 就是...就康康嘛 對 他們要出國 那沒有 不是工作 然後那時候康康正紅 然後我們那時候 債還沒有還完 他就跟我說 他要跟康出國 三岸心 然後康要幫他出機票這些的 我說那去哪裡 他說澳門 那真的不要... 對 我就說 為什麼 不能... 沒有 澳門都是通常都是去 吃喝嫖賭嘛 對不對 沒有... 那是我證明啦 高大哥剛剛是要去 去跳那個高空男跳 高空男跳 對啊 他那五年四月的行程 要跳十六次 而且... 他就一直跳 他都吐 正常家庭這樣子 是有點嚴格啦 不太可能 或者...或者是說 這個男人已經有過多次 讓錢科技術 對 那我跟妳解釋為什麼 剛剛我要講這個 他得不到八千萬 是因為 高先生平日所有收入 都歸金小姐管理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 那也拿不... 就自己拿一拿嘛 還有一個 如果抓到四方錢 直接衝攻 所以到時候 高先生你拿出八千萬 你不是逼我 你走上絕路嗎 我的錢都在贏了 是不是 最後這個 重要 這個很重要 高先生如果七十歲錢 都能乖乖 就可納千一位提 對不對 什麼意思 等一下 其身有語弊 為什麼 什麼意思耶 到七十歲已經乖乖了 他納欠幹嘛呢 對啊 沒有 有威鵝鋼啊 我跟你講 男人 你看上次那個什麼博士 楊...楊鎮寧 你是說真的 他七十歲以後就可以納欠 對 因為他現在有時候就會跟我講說 他沒有資料 還是說你真的是希望你 他七十歲以後再找一個納欠 進來幫你 對...這一點 不是 你講到終點 我跟你講 你如果都乖乖的話 你七十歲 如果一個女的真的愛你 他就是你的真愛 他真的愛你 你就去照顧他 你就去照顧他 而且錢都在你的那兒 他很願意對不對 不是這樣講 大嫂好像七十歲的時候 高大哥不知道身體也好不好 那不管啊 那你就自己現在趕快過去 你看他現在每天跑步 你知道嗎 他每天就很輕 健身 然後練那個什麼 帝王功 硬料 真的啊 我希望 好棒嗎 把人生的開始都放在七十歲 你知道嗎 這一條真的很棒對不對 閩南語有一句話說得好 什麼 娶小女 沒人一世人 沒人一世人 你只要有超過兩個老婆上 你這輩子就忙不完了 對 一個就夠 這個是 新婚… 要愛就要戴 不戴就拜拜 好…同意 戴什麼 戴什麼 因為我們從交往到結婚 其實才八個月 我們算是真的很閃電的 所以我覺得 兩個都還沒有在很了解彼此 或是我們真的 這麼穩定的狀況下 不要生小孩 對 我覺得先不要生小孩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辦法 去扛那個責任 家庭計畫 那請問一下 律師 有人就是 就是限定要刑防的次數嗎 其實那是沒有法律效果的 可是我必須要講 真的很多人喜歡做這種 就是那種性愛條款 他們通常是講是 要幾次還是不能超過 沒有 有約定 譬如幾次 或者是有 沒有錢啊 沒有錢 沒有錢 那真的沒有法律效果啦 我只是說 像很多現代的男女 很喜歡談這件事 如果久不做是不是 就有 就可以提出訴訟 久不做就違約了 不履行 沒有東西義務 譬如說分居了很多年 不跟我做 有啦 有人說 像我以前有一個案子 就是七十歲的老先生 出來豎請離婚 他就說 然後法官說 你都子孫滿堂了 還要豎請離婚啦 他說 我十年都沒有 沒有任何 性房 性行為 雖然是同一個屋簷一下啦 但是都沒有生活 然後那個法官講 你要知道男人 有男人的需求 我就傻眼 法官這樣提 那像這種情形 當然就是說 你就很難講 這是誰的責任啊 所以你不能去壓抑我們啊 對… 我們六十歲七十歲 還是一尾活動嗎 對… 少來了 那天我怕你還弄尿 你們兩個像那雙胞胎 你看 好笑喔 憲哥 你們像你哪兒 兩個都弄尿喔 沒有 沒有 你喝多了 我們在新加坡人家都會認錯了 好 二 不能尿到馬桶邊 這 這 這 對不對 打三個勾 這是一個禮貌啦 真的 對 這真的是禮貌 我們第一次吵架 對不起 沒有 有時候會尿到馬桶邊 真的很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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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第一次 我們都還在交往 還沒考慮真的要結婚 婚期還沒訂出來的時候 他到我們家 然後我就發現 我就開始崩潰 然後跟他大吵架 還是他故意的 他沒有故意 但他就是說 他跟我講 他跟我講一句很經典話 他說 他說十個男人 九個都會 我說你就不能做那其中一個嗎 你就不能做九個當中 就是唯一最好的那一個嗎 因為我覺得這感覺是說 你把我家當公共廁所 不是 九個都會是九個都會 你可以清理的嘛 對 但是他色目線先天上有什麼 他是這樣子嗎 沒有 你這樣 你是遇到怪獸嗎 逼這樣 不是 而且馬桶剛好在中間 一旁邊 你怎麼永遠只能在河邊小邊 對 腳最大了一點 他一直這樣 因為馬桶永遠掉不進去 對啊 我怎麼去中間 要就只能就單邊 你知道這邊 會覺得現實 我要住河邊 為什麼我比這個 對不對 這個所以很多年輕的男生們 可是我想不通為什麼會這樣 難道你們自己 男人都沒有辦法拿捏得很好嗎 那是教養 它會噴出來 你在尿尿的時候 你一定會 對 對不對 一定會 太大小了 對 那你怎麼還會尿到馬桶旁邊 沒有啦 有時候是會 對 那叫見到 或是不專心的 不然你就拿衛生紙擦一下 對啊 就是要處理 所以重點是說 後面教養的問題 對 所以像我從小是坐著上去 對 對 真的 我還特地我就是上網查 英國 英國的媽媽都是這樣 她從小就教育小孩子說 你要尊重女性 所以你應該是坐著上廁所 然後放棄乾淨 這種不能尿到馬桶邊的事情 OK 曾經會進這種 沒有 沒有沒有 擠牙膏事件呢 擠牙膏什麼 有的人喜歡從尾巴 就從中間擠啊 那還好吧 那這個都也還好 那也都是生活習慣上 重點是說 他們這種生活習慣 累積到後面都是口角 打起來了 他會用後面的事件來 找麻煩啊 那你看 剛才那個彩樺講 跟網友聊天那個 弄到後面都是家暴啊 這是真的 對 其實就是拿電腦打你 對 對不對 不准在別人面前吵架 我覺得大家自己 家仇不可外揚 對 就是大家 你們兩個之間的 我們兩個之間 我嚇一跳不能在外面吵架 那這個人是一輩子不能吵架 沒有 是說我們兩個之間 因為有時候旁邊有朋友 或是有家人在的時候 我們萬一一下子不對盤起來 旁邊的人很難 很尷尬 旁邊的人很難 很難吵架 對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事情 要自己關起門來處理 你們體格這樣子真的很難吵架 對啊 你看就知道他比較倒楣啊 我老公潛水教練 你覺得我會 更難吵架 對啊 所以兩個人吵架 那當然不能吵架 那三個無辜的 要吹出來 好 不能在邊邊 這個我要吵架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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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 對不對 偷吃被抓就離婚 好… 你怎麼了 勾… 不是…等一下… 這會變大 師妹 真的是婚姻的新手你知道 偷吃被抓就離婚 這是男人女人的心願 可是… 沒有這一個講的 沒有… 沒有… 沒有講錯了 我們是偷吃沒被抓到最開心 沒有啦 他說你應該說偷吃被抓 如果要離婚 賛養費多少多少這樣 對 那我律師講過了 不能講說離婚 不要提到離婚 對 不要講離婚啦 對… 可是可能我們看到 我們其實看到很多案例 就是說其實偷吃被抓到 其實也沒有離婚 對啊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我覺得 最嚴重的一點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在 多半現在啦 他是在墾丁做潛水嘛 所以我們是真的是 南北分開 那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大家有一點 生活空間 就是比較 比較有個人生活空間 我覺得這樣相處很好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我給你百分之百的信任 你在那邊 我不會管你每天 比如說我多少學員是正媒 或是每天晚上要跟多少人 喝酒或什麼的 你只要答應我 就是說要喝酒就不能開車 自己能回得了家 安全 對 你怎麼喝沒關係 喝到幾點都無所謂 也不用打架跟我報備 都OK 可是我這麼百分之百的 給你的信任 要是被我逮到一次 那就沒有什麼好笑 什麼都不用說 對 浪費掉我的信任 那就不用講 比較狠的是這個 大嫂 這個… 而且大嫂之上你連勾也沒有 然後畫面還沒有 我覺得根本上你就是不敢下手 對 做個示範給你們看 這個… 這個什麼叫 對 還真的 只要把這個高呢 改成各種性以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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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今天謝謝各位參加國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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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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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